好 这次感谢大家的参加我们2023年的新经济训练营 所以这个新经济训练营呢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训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新经济训练营 让每一个新经济变成有经验的老经济 如果假如说最后到结束最后一课的时候 你觉得我还是新经济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训练是不成功的 所以希望大家认真的去听每一堂 听了之后还要去做 如果假如说你这是听 听了之后OK 跟我没有关系 那最后等到最后一堂的时候 很可能是没有任何收获的 所以我们的时间不会很多 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忙 那么我们的课程大概是45分钟 而且每一课的时间都很密集 所以我们希望在45分钟的时间内 尽多的把所有的能够去讲的知识 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好 现在我们的屏幕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会用两个网站来做介绍 有同事昨天参加完培训 Home Life总公司的培训 有同事说我错过了 错过了培训怎么办 有人在问在哪里可以重看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记得 第一个网站就是我们叫 Home Life.ca的网站 这个网址是叫Home Life.ca 把它给隐藏一下 网址Home Life.ca 希望大家都可以能够去用这个网站 因为这是我们Home Life 作为Franchise给所有的 全加拿大的 所有的Home Life的会员的一个网站 那么我们每一个经济的 login的信息可以去到 broker和login进去 进去之后呢 是你的first name last name 然后密码呢 是chip号码 所以我相信大家收到公司前台 给你发的邮件都会看到 进来之后呢 这里有很多信息 我相信大家可以自己去慢慢地探索 但是我要说的是一个叫Home Life University 这里 因为我们作为Home Life呢 是有一个总公司 有一个好像大学一样的课程 供所有这个愿意学习的同事 里面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去用 这里有一个Course Library 你会发现这里面有非常多的 关于Leads Generation 如何产生新客户 以及客户的Follow Up 这里面大部分的培训 都属于是销售的 因为我有很多同事问 哎呀经理哪里可以找一些销售的培训 因为外面很多销售的培训 动不动就上千块 现在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费用 还不希望花这么多的钱 去做这些培训 那么这里面就是所有的培训 都是有目录 大家可以看 怎么一步一步地寻找 客户产生客户啊 客户的转换呢 客户哪一些是叫什么Leads和Referral 总之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啊 这里信息很多 记得这个网址 剩下的内容全部交给你们自己了 根据你的时间 根据你喜欢的主题 可以在这里面来找 好吧 这个是第一个 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 很好用的工具 包括marketing tools 这里面的工具呢 有很多是这一年多到两年 Home Life总公司做的更新 这些更新包括 有很多这个做marketing方面的 有很多的一些工具 是非常漂亮的工具 可以供大家使用 所以呢 希望大家有空 可以上来到 Home Life的协议这个网站 来看一看 具体的内容呢 就是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我就不会再多的去做一些介绍 好 这是第一个信息 是关于homelife.ca的网站 我们这是花一点点时间 介绍给大家 介绍给大家之后 可以进来看培训 听培训 或者参加培训 还有这些关于marketing的一些东西 大家可以在上面去用 因为Home Life总公司 做一个franchise这个 它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 找了很多专业的人 来做这些专业的东西 我们只需要用 而不需要去创造 就可以了 第二个网站呢 就是关于我们公司的网站 其实对于很多新同事 刚开始的话 如果快速的起步 公司网站是一个很有必要 要用的一个工具 但事实上就是 现实中我发现很多新的同事 当碰到问题的时候 找很多的答案 不知道怎么去找的时候 公司网站是一个很好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一个平台 那么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 今天在公司的网站上 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样子可以快速的开始 以及等到这个 介绍完之后 我们会给大家一些建议 作为新同事 你要怎么做 要做什么 好了 这个是公司的网站 如果是你已经加入 RICO批准的 TRAB也批准之后 公司会给你发email 关于公司网站的登录的信息 那么大家可以进来 设置自己的密码 进来之后呢 去更改自己的信息 包括第一个进来 Dashboard里面 你会看到第一个就是 Update your profile 你会把你的信息 更新一下 因为很多同事呢 希望就是公众可以看到 自己的照片 看到自己的Facebook Twitter 以及其他的 Social Media的一些账户 以及你服务的区域 你的语言 这些都是可以在这里去做 更多的一些 介绍给公众 因为我们网站的浏览率 是很高的 很多人搜的时候 我们排到很前面 当搜到你之后 如果你的上面的信息是空的 就浪费掉这个机会了 而且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叫WeChat 二维码 微信的二维码 所以如果你自己 微信的二维码 可以屏幕截图 在这里Upload一下 在公司的这个 你的档案里面 会看到更多的信息 给公众展示 好 进来之后呢 这里面就是一个主要的界面呢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进来 进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的一些是部门 因为呢 就是很多时候同事会 问这个Marketing部门 找谁联系 有事情 我Email是多少 电话分机是多少 这里面可以快速的去找 因为我们的Marketing 负责两部分 第一部分 负责新楼盘的推广 所以如果有任何新楼盘的信息 新楼盘的楼花资源 是Marketing负责做 第二部分呢 就是关于市场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推广啊 Flyer啊 以及其他的一些关于推广 任何的推广 是市场部来做 甚至包括有同事在说 我有一个楼花转让 结果呢 Builder不允许放到MS 我怎么样的把它推广出去 所以这个也是 可以这个Email给Marketing 然后我们的Marketing部门呢 会把这个信息发送到 公司的网站上 做推广 另外关于一些设计的 你也可以发到Marketing 比方说有些For Sale 3呢 或者是这个Business Car 当然我们有一个叫那个 HomeLifeDesign at Gmail.com 你可以发到那里 或者发到Marketing也可以 他们可以转 他们在同一个部门 另外一个呢 是关于Dios Dios的部门呢 其实是有点 跟大家很有关的 如果你说 我从来不想知道Dios 那从来你没有Dios 每当你产生任何一个Dios 比方说是Listing 卖房 买房 出租 商业住宅出租 甚至楼花转让 楼花的信息 任何一个Dios 当你完成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提交给Dios 你这个Dios 所以呢 Dios的话就是 比方说你刚刚帮客户 买了一个 公司推的VIP的新楼盘 签了10天都另期过了 那么我们需要 需要把这些文件 给公司的Dios去发过去 Email就是 DiosAtHomeLifeLandmark.com 信息呢 包括 合同的第一页 包括客户的 Fentrack 630 包括BRA买家协议 包括Working with Realtor 这是一整套的文件 在尽早的时间 准备好 发给Dios 等到有一天 这个Builder的 佣金到公司的时候 很多时候公司还在追着经济 问 你要发这些文件 有缺失的文件 我们不要等到公司追 我们要主动的去交 因为你做成一个Dios 交一个Dios 会有一种成就感 好了 这是Dios呢 其实就是关于这边的 还有一些 A7R的部门 相信大家 很多新同事 都跟他们有很深的交往 比方说 安娜呀和G 大家都很了解 就说如果假如说 是有任何一些新同事 我发现有很多新同事 是很热情的 他说 我一个朋友 也准备去考牌加入 你可以跟我们的 A7R的部门的同事联系 他们会负责去帮你 去做一些跟进 当然呢 这个跟进是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 我们公司有一个 很好的referral的一个计划 所以如果你有 有推荐的一些同事 公司都会有一些referral给你 你可以跟他们来问一下 美国部门 我们就不用太多介绍了 因为这个可能暂时用的不多 但是呢 如果有一些人找美国度假屋的 我们也会有 其他这些 我们就不会去太多的介绍 因为这里面就是有很多同事会经常问 现在是星期六的下午 比方说五点 突然之间因为你的手机呢 丢了 或者手机换了一个新的手机 上面的 Clarity的Authenticator不能用了 怎么办 所以很多人就会打电话来找经理 所以呢我们就会建议你直接打给Trab的Help Desk 其实Help Desk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的 因为我们付的这个Trab Membership的费用 他们来给我们做很多的一些支援 而且为什么进来这里呢 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hour 因为很多同事觉得 Trab可能八点半到下午四点半上班 其他时间就不上班的 但是Help Desk很特殊的 它是凌晨 凌晨 早上七点 到晚上十一点 一直在开门 星期一到星期五 星期六到星期日 九点到四点都是开门的 所以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电话 然后呢 Help Desk会解决很多的问题 Matrix的Help Membership相信大家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有打交道 以后几率不大 还有一个电话呢也是很重要的 叫Trab的MLS Department 是4164438126 这个随后可以更新一下 MLS Department的用它的很多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要卖房 比方说在Harminton或者在尼亚加拉 我们呢是只有Trab的Membership 但是你怎么样子能把这个listing放到local的board 所以我们需要跟Trab的MLS Department联系 告诉他们我们需要做一个叫Interboard Listing 这需要几十块钱 好像60还是80块 我们没必要去加入当地的board 所以这样的话就会省很多的费用 也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在讲的过程中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可以放到Chat里面 免得就是过去之后忘掉了 我们在现场的有同事也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先记一下 我们等一下一起结束之后可以一起讨论 好了 继续往下面是关于这个新的楼盘的项目 这个就可以 有很多同事已经在用这个资源了 这里面就是包括 你可以搜索呀 或者是keyword 找到这里面所有这个新楼盘 将来我们会有 市场部的同事 凯文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样去做楼花推广的买卖 以及怎么样的去找这些信息怎么推广 所以这个呢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在哪里 重要的信息来了 是在office resource 碰到重要的信息的时候 网站就是一直都是卡在这里的 好了 给大家一个提示 现在开始了 这里面的信息非常重要 有多重要呢 就是平常同事会说 哎呀公司那个 我是listing经纪 刚卖了一个房很高兴 对方经纪问 你们公司有没有 deposit trust account的信息 第一个 我们就放在第一个了 公司网站永远都有了 希望大家可以把它放到你的 email啊 或者微信啊 因为经常我们在微信里面 看到同事问 放在微信里面有一个叫 服创里面 随时可以发出去用 然后关于commission trust account这个呢 用的不多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它是干啥用的 commission trust account呢 就是如果我们是作为买家经纪 我们是买家经纪 当你去给对方listing公司 drop off这个deposit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信息交给对方公司的前台 告诉他一下 这是我们公司的commission trust account 因为传统的很多公司呢 之间 送佣金都是通过Canada Post去邮寄的 有的时候这个公司就是一个 跨过去街区 一个街就是走路可能十分钟不到 五分钟不到 但是要用Canada Post 寄一两星期有时候 所以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如果假如说我们用这个trust account呢 公司就可以通过trust account 直接转账过来 省掉很多的时间 可以帮大家早一点拿到佣金 EFT这个authorization form 这个呢其实在交接的时候 如果作为listing经纪和房东经纪 我们希望公司把这个balance给我们的客户 因为有些客户呢 他住在别的城市 不是很方便来pick up这个balance check 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个EFT 这样的话 公司可以把钱直接打到客户的账上 这个是你作为listing经纪才用 schedule币我们就不用说了 看到schedule币就知道我们是做listing经纪 有listing 然后transaction sales report 这个表格呢我建议大家平时多保存几份 因为每一个交易 当你完成了 比方说你帮客户租了一个房 租成了 我们给公司交流的时候 就是需要sales report 如果你帮客户买一个房 买成了 你需要sales report 如果你帮客户卖房 做listing经纪 房子卖掉了 你需要sales report 如果你帮客户买了一个新楼花 买成了 你需要sales report 总之你看到sales report一次 你的心就会激动地跳一次 因为你有做成了一个deal 所以建议大家就说多下载一些在你的电脑里面 因为你每用一次就做成一个deal 要给公司deals交一次 所以这个表呢 就是会 以前我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看到他一次 我就觉得我要做成一个deal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地用这个表 因为每用一次 你deal就做多一次 new listing check list 这个表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 有很多时候我们做listing的时候 有很多同事帮自己卖房啊 帮朋友啊 帮客户卖 那么我们需要给公司前台交所有的文件 包括listing agreement MLS data form Fentrack working with realtor 此外呢 还有一个表 就是叫new listing checklist 这个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 告诉前台 listing已经上市了 如果是预约看房的话 跟谁联系 需不需要联系 lockbox的号码是多少 在哪里 钥匙有没有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 有很多时候我们公司前台 收到很多的showing的inquests request for showing 但是公司前台没有这些信息 还要追问经济 你要尽快的把showing instruction provide给前台 这样的话就会错过掉 很多一些经济预约了 那无法确认看房的机会 所以作为listing经济呢 我们尽量这个表呢 一定要第一时间 当你把这个MLS提交了之后 第一时间就要把这个表和整个的 listing的一整套表 发给我们的前台 前台就是admin at homoleflangmark.com 所以记得这个表 千万不要再露 assignment sell 这个inforcy 这是我们公司准备的一个 就是如果你要做assignment的话 这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述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样去算这些数 所以呢我今天就不点开 希望留这个机会给大家 进去有机会去 open house 这个表呢也是大家很喜欢的表 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新的同事 在帮很多我们这些公司 有很多老同事 有很多的listing 他们需要有人帮忙 去做open house 然后呢有的同事 去open house的时候就说 我是不是需要有个什么东西 让进来的人去签 答案就是是的 你一定要让别人去签 签这个表呢 就是open house sign inform 保存到你的邮件里一些 如果假如说是你去open house 打印一些出来 打印了之后呢 一个小小的tips 因为这个表 我不得不点开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会看到第一个是名字 第二个是电话 二三都是电话 email do you have agent yes or no concent yes or no 因为我们有的经纪问我 这是什么意思 do you have agent yes or no 这个可以理解 你进来的人 他是不是有经纪 concent yes or no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允不允许 就是他们允不允许 我们给他将来发一些信息 比方说我最近有一个很好的楼盘 Union City出来了 那么就是你可以借助open house的机会 给这些客户去发 如果他假如说是yes了 我们可以发很多一些推广的信息 所以这里面呢 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拿一个空白的表 放在open house的台面上 我给大家建议第一个 把你自己写上 Semi 你的电话 你的email do you have an agent no concent yes 因为这个的好处是 每个人他们会愿意有一个叫 仿效原则 很多人会跟着第一个 如果你不写 第一个客户进来了 他就写个名字 电话 email可能都不写 那么臭面的客户 他们全部都是照着这个原则走的 所以建议大家 就是一个小小的tips 可以帮到大家 open house 表格有用的 而且是很有用的 有很多同事 因为open house 找到了客户 买家客户 agent noticed 这个absence form 这个表格呢 就是如果假如说有度假 千万不要 就是有的时候 有listing 几个listing 甚至还没交接 有客户 同事就很兴奋 哎呀 成交一个deo了 马上就度假了 结果后面还有很多跟进的事情 找不到你 会很麻烦 有人投诉 所以如果我们出去的话 一定要找一个backup agent 来帮你 powerful tony 这个表格呢 就是授权书 这个授权书呢 其实很多同事会想到 卖房的时候 授权书是律师做的 其实卖房的时候 这个授权书 我们可以稍微讲多一点点 授权书呢 假如说是你客户 人在国内 他说想授权他的家人 在这边帮他签字卖房 那么这个授权书记得一定是 安省的律师或者公正人做的 有的人可能在外省 他说我在BC省 我找一个BC省的一个公正人做 那么在安省是不可以用的 因为我们授权书一定是安省律师做的 另外一个 假如说你的客户是不需要经过律师的 比方说租房 或者是有时候可能买一些新楼盘 授权给其他人签字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授权书来做就行了 不需要一定经过律师去做 这里面有一个表格就是叫广告 requare这个advertising advertising MRS listing 因为有很多同事说 我刚开始做没有很多的listing 但是我看到我所关注的这个区 有一个房子出来了 我很想去拿它来做广告 但这个listing呢是别的公司的 我可不可以直接来用 答案就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要书面的 给别人发一个允许的授权 你才可以用 如果你不发直接用 被他们找 发现了有可能投诉到requatch 这是很大一笔罚款 最后一个这是有个关于rebit receipt 因为很多同事会问 这是我的朋友 那么我会给他一点点rebit 那么就没有一个收据可以用 这里有一个收据可以给大家建议的 好了这里面全是一些比较常用的表格 花着一点点时间是因为它常用 所以我们才介绍 我们不希望在将来你用的时候 花很多的时间去找在哪里 因为每一天我们被问到很多的问题 就是这些表格 我需要这些表格在哪里找 所以如果你自己知道的话 会帮你帮其他人省了很多的时间 最后一个其实上面这些link的这些 我就不再去介绍了 还有一个是关于公司的一些经理的duty hour 这个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你可以点进来 之后会看到这些信息 所以我们是一星期七天 然后每一天都会有经理on duty 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来问 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格 就是关于这个第一个这个常用的信息 后面这些关于这个office orientation 这个可以留到下面还有一个同样的信息 好PREC 我们有同时说 我是不是要成立一个PREC 这个呢其实建议你可以跟自己的会计师聊一聊 会更加适合 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会适合 有些人可能不适合 关于Fentrack的一些信息 因为Fentrack这个很多人说这是干嘛呀 我有很多客户说 他跟别的经济从来不用的 但是呢我们要说的是 Fentrack是联邦政府对于每一个金融机构 监管的金融机构 需要去填的信息 关于反洗黑钱 和那个 我们呢 这个我们那个 大家可以在这上面看一下 这个关于培训的视频呢 还有一些信息啊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平时也会有Fentrack的培训 而且这一次 Fentrack的培训 我们也会有一个Fentrack的培训 我看看是不是所有的人都mute掉了 对了 好继续往下面呢 就是关于 新楼盘呢 这个我们就留了以后给那个谁来看 training video 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多同事需要用到的最多的一个资源的地方 关于training video 这里面的资源非常非常多 多到就是很多同事进来之后想学的话 你可以学很多东西 我们去年呢 其实2021年开始新经济训练营 已经有很多同事在中间可以看学到了很多东西 2022年呢 我们在 也是有新经济训练营 就是有一些更新 这个也是有很多比较有用的主题 所以呢 大家可以点进来去看 这是一个播放列表 而这列表中呢 大家可以会 针对自己比较 有兴趣的一些主题可以看 那么今年新的这个训练营呢 我们也会把它放到这里来 等迟一点完成之后 这里呢 其实有一个关于中文的培训 这个培训呢 里面其实有很多一些短的 因为有市场部 我们做过两次初级和高级的小红书的 培训的课程 小红书其实最近其实很火的 有正面有负面 如果你看负面多了 每天给你推的都是负面的 如果你推看正面多的 每天推的都是正面的 所以这个就是物以累积 人一群分 有的时候很多同事说 为什么我们每天都是 推出来的都是负面的 可能有时候想一想 我们每天看的是什么 但是它确实可以带来很多的客户 我们有很多同事在上面 找到了很多的客户 这里面有一些比较简短的 因为平时我们碰到很多很多的同事说 哎呀我这个listing 这个买家的offer condition 买家贷款宴房没问题 我要weave 怎么做weaver 所以这里有几分钟的 很短的 怎么做amendment 交接日要改 买家名字要改 宴房出了问题要改 怎么样子改 七分钟的视频 演示给大家去看一下 这样的话好过就是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做 然后在那里想 最后做错了回过头来 可能对方经纪就会说 你要问你们经理 你做的不是很好 这样我们就没必要了 所以先看一下 省很多时间 mutual release 是不想碰到的 但是也是会总会碰到的 mutual release是怎么样子去做 银行拍卖房 遗产房 以及这个新的地图无法定位 这个可能我们就要去掉了 因为现在这个新的edit出来之后 整个系统改变了 所以我们要跟着这个一起往前走 怎么更改价钱 这个也需要去掉了 怎么样子做出租房的一个listing 因为这个呢 其实也是在之前有很多同事说 我最近就是因为有一些客户 他们我们同事 自己有一些出租房 就是想那个上市去租 不知道怎么租 所以这个呢 我就是用一个例子 就是给大家演示 一步一步的怎么做 怎么suspend listing 怎么terminate listing 这两个看起来很一样 但是事实上有不同的 有很多同事在那里去 花了很多时间 因为客户说 我暂时先把这个取消掉 因为已经一个月了 再上一个新的 很多人就找不到 怎么样去terminate listing 事实上这两个视频 就是一个五分钟 一个两分钟 看完之后你就明白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不给大家做过多的解释 希望大家可以去自己看一看 然后最近我们有很多同事 问到关于商业的 特别是有很多同事 希望去帮客户去租一些厂房啊 最近的一些warehouse啊 最近的一些商业的工业厂房出租 非常非常火这几年 因为疫情造就了很多的这些线上的生意 线上的生意造就了很多这些厂房的一些存货的增加 所以有很多人都在找这个厂房 租租以及小生意买卖 有一些理发店呢 餐馆呢 这个买卖 所以这里面我们陈经理以前专门就是做过很多这样的讲座 这些讲座呢就比较细 每一步一步的解释 每一个条款的去分析 所以呢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真正就是不要等到用的时候 你去看 那个时候可能就会花很多时间来不及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公司培训视频 当然呢 这里面还有很多一些其他的视频 包括了这个Home Life的一些培训呢 或者是Trab的一些培训呢 还有这个 这是Fentrack的 这是Trab的 很多的信息 留给大家慢慢的去研究 因为这里面的信息很多 也很细 所以我们希望呢 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找 Marketing Resource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 有很多同事就是说 我现在刚刚拿到牌 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第一件事就是要印卡片 很多人觉得卡片跟我没有关系吧 现在还没开始做地 但是事实上就是说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有人会问你要卡片 而你没有卡片 甚至去看房的时候 警卫问你要卡片 当做客户的面 我没有卡片 感觉好像有点很丢人 所以卡片很重要 无论如何都要尽早地去印一些 公司有模板 这里边有不同的模板 大家可以去借鉴 然后到印刷公司去印 当然呢 有很多印刷公司 也有一些关于这个 他们自己设计的模板 也是没问题的 只要是地产经济用的 也有一些同事呢 他们希望自己去 创新一些 自己觉得就是比较独特的一些卡片 也是没问题 但如果你要是真的是 你自己去设计一些卡片 记得一定要给 公司的manager去prove 你要印之前一定要去看 因为毕竟RICO对这个广告 对这个Business卡还是有要求的 不希望你印了1500张之后 最后发现都是有问题的 关于这个listing的presentation 这个我们先不理它 关于这个flyer flyer是一个很多的一些信息的 因为有很多同事 希望去做一些这个叫listing新上市 上市之后呢 希望在朋友圈呢 在这个微信的不同的群去发布 然后可以快速的去 把你的listing推广 所以公司这里就已经 市场部做好的模板 而这些模板呢 可以就是给大家去拿出来用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模板 有assignment flyer 你可以即刻就可以拿出来去更改 更改之后就可以来用 还有一些open house的flyer 还有一些for sale算的 因为有些同事觉得可能for sale算还早 我还没有想过卖房 但是往往在现实中我们碰到很多同事 困难之间客户来了 要卖房了 这个时候for sale算没有 到处去匆匆绑绑绑的去印 所以这些就尽量提前准备一下 如果你需要公司logo呢 我们这里有很多这个高清的不同格式的logo GPAC的PNG的还有SVG的格式都有 所以大家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需要用这些logo 关于新经济的orientation 这个呢其实我们以前几个月都会做一次 因为最近可能市场比较忙了 我们有一两个月已经没有做了 但是所有的信息都会在这里 作为新同事我们可以打开这个叫new agent orientation 这里面有一些信息 这些信息呢大家可以慢慢的有空的话看一看 有很多一些实用的信息 可以帮你寻思碰到问题的时候都会解决的 我看一下时间35分 最后还有10分钟 关于RICO 这里面还有很多一些其他的信息呢 我们就不再去一一的解释了 大家总之进到网站里面 我把最关键的一些给大家提出来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那么就是很多新同事一直在 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怎么开始 因为这些信息呢很多人会觉得我自己会看 用的时候会看 那么到底我拿了牌照之后怎么去开始的生意 有的人刚刚拿 有的人拿了牌照一星期 有的人拿了两个月三个月半年 这里面的同事我看 有些人可能 有的人可能是几个月的 也有些是比较时间 大部分都是比较短的 除了有一个我们的top经济外 其他都是应该比较短的 那么就是怎么样子可以开始去 开展你的生意 这个呢是一个永远就是不变的一个主题 一直我们在谈一直在讨论 但是呢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听了听到心里去 然后想一想 想完之后呢去把它做出来 很遗憾的是很多人就是听了挺不错挺好的 却没有真正的去做 所以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从现在开始 今天已经星期四了 从现在开始 而且是六月份进到今年的下半年开始了 也就是第三个季度下半年开始了 时间过得很快 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很小的目标 就是作为一个新同事 我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很小 每天就看一个房子 很容易的 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 真的有客户的话 一天看十个房都有可能的 所以就是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一天我就看一个 一星期呢给自己五个看房的任务 星期一 你可能上午忙 那么中午总能抽出 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去看一个房 有的人说我白天上班没时间 那你下班之后 七点多之后 总能够抽出一点时间 到八点九点之前去看一个房 看房的目的是 让你知道怎么样用这个MLS的系统 如果这个MLS的系统 就好像我们的最基本的工具 就好像你买了一部车 你不开 你永远不能找到那感觉 所以呢 MLS这个系统是一个工具 最基本的工具 你一定要用 你用这个工具了之后 你会找到怎么样搜索房子 搜索了之后去预约房子 每天给自己预约一个房 一星期五个 真的不多的 但这五个房你看完之后 你再想一想 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一些 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知识 你会看到他这个listing的布局是这样的 比较了之后两个房子 你会感觉更倾向于其中一个 如果假如说你是客户 走到这个社区的时候 和另外一个社区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不同的 所以这些信息就只有通过你平时去 亲自的走到这个社区 亲自的推开这个门 打开它的后院 你才能感受到这个房子到底客户有多喜欢 或者多不喜欢 但这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要自己 首先要亲自去经历 很小的目标 每天看一个房 一星期看五个 然后争取在周六周日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找一找我们公司 有很多同事有listing 他们需要帮忙的去做这个open house 因为做open house的时候 你就会更多的去面对很多潜在的客户 因为你做open house 所以你会需要了解一下 正在卖的这个房子 它的周围 最近卖掉的房子是什么样的价位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问你 你这个房子值多少钱 或者多少钱我能买到 你得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支持它 怎么支持呢 你可以说哦太好了 你这问题问得真是很好 最近刚刚好这个隔壁两条街 或者是隔壁几个房 有一个同样的房子卖了 卖了多少钱 这样的话你会有一些信息 让别人觉得你是有经验的 而且有很多东西是由贝尔来的 所以你会做一些了解 研究分析 甚至做一些CMA 知道这个房子到底值多少钱 然后再去了解一下这个社区学校 以及它的交通公园 以及它的设施配套的任何东西 社区的来历 会帮你去做很多的一些分析研究准备 而且呢 这些都是属于是外在的信息 但是通过你跟客户进来之后的聊天 最多的是问问题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能够好的经济 是能够去问问题的经济 别人进来之后 你怎么样去发掘到他们的需求 任何一个人他走进这个房子 不是没有原因的 你试想一下 今天你在这听课 你不可能是没有原因的 就是他们走进来 肯定是有哪一个地方 有需求他们一定才会进来了解这个房子 是买房还是卖房 还是有可能考虑买房 就是你能发掘到他这个需求的时候 找到能帮到他的 最后这个DU就可以促成了 但这个又不是一蹴而成的 很多人觉得我拿了牌 一下子就变成一个top经济 很难的 这个过程是需要磨练的 磨练的过程是很痛苦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经历这个痛苦 才可以走出去 所以希望大家做一个open house open house中 你会了解很多一些基本的信息 讲解的这个presentation的这个技术 以及能够察言观色 这个行业其实有很多时候 有的客户你会发现 进来的时候 他希望你带他去看 介绍 因为他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有的客户呢 你会感觉到他们不愿意介绍 他自己去看 有问题会问 所以如果这些我们不能够发掘到 查到这些微妙的细小的地方的时候 就很难让客户喜欢你 很难让客户愿意让你做他的经济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给大家的建议 很简单 有很多同事呢 其实我们每天碰到很多同事 会问一个问题 老板经理 这是我第一个deal 第一次做offer 有没有人可以带一带帮一下我 其实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是想一想 为什么会这样子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如果假如说我们从下个星期开始 每天你抽出半个小时时间 在MLS上搜索一下 我对哪一个房子有兴趣 如果你是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 搜索一下你家社区附近 有多少个listing 我就搜一个最近的 搜了之后 我去带着家人一起去看一看 像走路一样的去 去那 预约 开lock box 进去看 把这个能够想到的一些优点 不好的 需要改进的 以及这个房子大概能卖多少钱 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些研究 做完之后 然后一星期五天找五个不同的房 最后呢 找一到两个房子去下一下offer 这个offer不是真的offer 如果你真的有钱买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呢 就是真的是作为练习的 买家是你的名字 做做offer练习 看看它到底是值多少钱 这个offer你可以练习完之后 看看哪个地方就说是 填这些frontage 到底是为什么我不懂得它 MLS写的是 比方说是North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它是做北朝南的 而不是South 这个如果你都不理解的话 其实将来在做offer的时候 很容易会出错的 所以要想一想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以及它这里面的condition 有哪几个condition survey这个算不算condition survey这个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些问题可以慢慢的 当你去想发现了解的时候 就是你在慢慢的成长的过程 所以呢 做了offer 分析了价钱 最后呢 在做电子签 因为这些东西呢 其实很多人觉得 太枯燥无味了 又不是真的offer 没有意义 但是正是因为这些没有意义 才会将来让你真的碰到客户的时候 变成有意义 所以很多人都不希望 今天突然之间 很多人我们都说是 突然之间 我有个朋友说 想看房 看了之后 突然之间又想下offer 而我从来没做过 头一次做 我会手忙脚乱 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所以这种事情 一定要避免让它发生 因为这是我们的事业 如果你自己不去 take care这个事业的话 真的是没有人可以去帮到你 你可以让经理来 临时来帮你一下 但这个帮 其实只是救火 而不是帮你增加知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真的很遗憾 因为很多同事 突然之间说 我马上要下 我们可以很快地帮 但是下一次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还是很多东西不知道 因为只有你自己 把这个当成 你自己的事业的时候 客户 你跟客户聊的时候 客户问问题的时候 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是因为每天 你都在这个行业里面 所有所有这个 你关注的区 每天有多少新的房子出来 这个市场的变化 其实从 如果你真的留意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市场很微妙的变化 有的时候是在涨 有的时候在降 而这些涨和降 通常就是有很多朋友 信任你的朋友 他会说 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卖房 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买房 而如果我们不能够 查微的市场的这些 细微的变化的时候 就很难帮客户找到好的地友 所以呢 建议大家 一个很小的任务 希望大家可以完成 不是很难的 又不用花钱的 拥有MLS 预约一些房子 做一些offer 做一些电子钱 然后呢 周末的时候 做一些open house 有很多同事需要你们帮忙去做 然后呢 通过这些open house 找到潜在的客户 可能暂时还一个都没有 因为我们可能需要一些 多一些学习的经验 但这个过程一定要去走上去 好了 那么 今天的内容呢 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第一个home life的网站 有很多的培训的视频 关于销售的 大家可以去练习 第二个通过公司的网站 公司网站里面的信息是非常多的 平时我们问的很多的问题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希望大家也可以去更好的去应用用它 然后呢 除了这些之外 真真正正的需要想一想 当这个RICO现在已经有进 全安省RICO已经进九万多经济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的可以在多伦多地产局 七万多地产经济之中 能够去脱影而出 因为现在其实这个这么多的人 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竞 很大的一个就是说是竞争 但事实上就说是 真正正正就是 有心去做 能够去做 懂得去做的人 还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呢 很多一些客户 他们通过跟这个经济聊天 因为不光是我们经济在找客户 很多客户呢 也在qualify经济 最后就会 如果你自己不行动起来 很容易就会被淘汰掉 所以呢 我们愿意大家就是把这个事情 当成一个事情 这是你的生意 这是你的事业 不管你是part time full time 都要认真地去对待 当客户有生意交给你的时候 不管卖房买房租房 都会对你放心 只有放心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经验 放心呢 才可以做到更多的地方 好了 我们过了三分钟了 今天的时间呢 我就会暂时停在这里了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问题 可能会有不少的问题 我们会问答 我们首先呢 会从 online的一些问题来回答 我们下意的是 我们下意的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 我们下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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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